地球的能源有限 不论是风力、水力、太阳能 只要是再生能源就是全球最夯的一题了 然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无污染且环保又节能的就属太阳能 因为它具备了最大的优势 现今产生太阳能源共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光热太阳能 用面积广大的反射镜 集中光束照射至光热集中塔 利用太阳热能加热集热器 当集中塔温度升高时 塔内即产生蒸气 推动内部涡轮机构 进而达成发电作用 所以是太阳能发电技术中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另一种则是光电转换 又称太阳能光电 它是一种暴露在阳光下 并会产生直流电的发电装置 太阳能板主要是以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太阳能电池组成 能板可以制成不同形状并连接成光电板组件 常用在天台、建筑物表面、窗户、天窗或遮蔽装置的一部分 而对于太阳能板的机构来说 有固定式的机构 一般通常装置于屋顶上 另外还有追日功能 它安装了两轴活动机构 可以使太阳能板随时调整出 与太阳光线的最佳照射角度 将接收到的能源最大化 而这也是追日功能运作上最关键的技术 台达所研发的追日系统 便是掌握了这最核心的技术 可分别用于光热与光电上 它以GPS定位系统通知控制器 指挥四幅驱动系统 自动调校太阳能面板 以所在地与时间 将角度调整至最好的接收效率 让每片能板皆能达到零漏接 整体发电效益达到最大化 确实把环保节能的成果 发挥到淋漓尽致 台达与您一起守护地球 创造美好生活